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的惊悚电影《复生2013》 故事的开始我们的女主丽莎被一个对讲机吵醒 丽莎让弟弟把对讲机收好 弟弟说对讲机是他朋友埃德加的 接着妈妈让丽莎去洗衣服 过了一会儿爸爸妈妈把丽莎叫去谈话 爸爸表示 丽莎一大早就开始举止一场 丽莎说大家都被困在了这栋房子里 永远也出不去 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但是大家不相信丽莎所说的 第二天丽莎同样被对讲机吵醒 妈妈和丽莎之间进行着同样的对话 但是在洗衣服的时候 丽莎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她准备移动洗衣机 另一台洗衣机的盖子突然合上 丽莎害怕的回到客厅 接着丽莎回房间吹黑管 突然有人喊她的名字 丽莎准备一探究竟 妈妈又把丽莎叫过去谈话 就这样一家人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晚上丽莎并没有睡着 她发现自己的房外有人 她打开房门 发现楼上房间的门打开了 正当她准备进去看看时 门关了起来 丽莎害怕的回到了房间 第三天丽莎洗衣服时把洗衣机挪开 发现洗衣机后的墙上有一扇门 但她没有钥匙 傍晚在她吹黑管的时候 又听到楼上有声音 丽莎进了楼上的房间 房间内有一卷录像带 丽莎开始观看录像带 录像带里记录的是他们一家 刚搬到这栋房子时 在门口拍的一个短片 丽莎看到房子里有一个黑影 于是她在地上放了个摆件 询问那个人是谁 这时屋内的椅子动了起来 摆件也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丽莎头顶上的灯突然亮了 放映机也多了几道裂痕 丽莎害怕的逃了出去 到了夜里 丽莎的房间被人打开 丽莎害怕的躲进被子里 当她掀开被子 人影又消失了 半夜丽莎被对讲机吵醒了 她跑下楼 原来爸爸妈妈在吵架 爸爸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来者是个男人 声称是来修电话的 妈妈让男人进来后 男人直接上了楼 丽莎也上了楼 丽莎问男人是谁 男人没有回答 只是警告丽莎 不要理会任何声音 如果丽莎和其他人 建立起联系 他们一家便会万劫不复 丽莎十分崩溃 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家 但是无论她骑到哪里 都会回到自己的家 接着 丽莎来到楼上的房间 请求那个不存在的人 和她聊聊 但是任何动静都没有 丽莎失望地回了房间 却发现自己的床上 躺着一个人 她掀开被子一看 是一个年轻女子 女子突然醒来 并抓住丽莎的手 让丽莎帮助她 这时屋子开始震动 有人在房外敲门 询问丽莎发生了什么 女子让丽莎看地板 丽莎发现地板上有个洞 但是门被打开了 一切都归于平静 丽莎也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丽莎发现 房间的地板里有暗格 暗格里有一本相册 相册上记载着 众多年轻女子的失踪新闻 相册背后有一把钥匙 丽莎用钥匙 打开了洗衣机后的内扇门 门里面有许多废弃的 以弥平和事物 这时房间尽头的门内有声音 丽莎走过去一看 有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让丽莎帮助她 说完就自然起来 丽莎害怕地跑出去 这时妈妈让丽莎去吃饭 一家人吃饭时 电话响了 是之前来过的男人打的 男人声称丽莎爱管闲事 并告诉丽莎 这里是他家 电话挂掉后 丽莎发现餐桌上 多了一个男孩子 埃德加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他 原来埃德加就是之前的男人 埃德加告诉丽莎 只有他想让谁看见 谁才能看见他 此时时钟飞快地旋转起来 丽莎的父母和弟弟都死了 并疯化了 丽莎崩溃大哭 突然一切又都恢复正常 晚上丽莎在卫生间的镜子里 看见了一个女子 灯光一闪 丽莎变成了这个女子 屋内的陈设也改变了 屋内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妇女 称丽莎为奥利维亚 丽莎来到车库 看到一个男人在修车 这一家人的活动 正如之前丽莎的家人一样 突然丽莎倒在了自己家的车库 被父母叫醒 不久后丽莎发现弟弟失踪了 他来到洗衣机后的房间里找他 房间里堆满了头骨 接着埃德加出现 把丽莎锁在了房间里 丽莎顺着房间的排气管爬到一个房里 在房内他遇到第一个失踪的女孩 弗朗西斯 埃德加又出现 把弗朗西斯拖走了 丽莎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时丽莎发现弟弟也知道自己已经死亡的真相 丽莎回到房间吹起黑管 他又变成了奥利维亚 在奥利维亚的房里 丽莎看见了奥利维亚给自己的视频 视频中奥利维亚告诉丽莎 他是唯一能帮自己的人 这时埃德加又出现了 丽莎冲出了大门并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妈妈告诉丽莎 他也知道自己死了 丽莎去车库帮爸爸回忆起了一切 原来爸爸被埃德加附体 把家人杀死了 丽莎等家人都逃走后 独自留下来拯救奥利维亚 并找到死去的人们的遗物 试图唤醒他们 又想办法便回了奥利维亚 此时埃德加已经把奥利维亚一家人迷晕 决定杀死他们 被埃德加杀死的人们此时清醒过来 和丽莎一起打败了埃德加 影片的最后 丽莎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